示威局接信成律史 有些打完虎开始有些话题 真是惨 是不是 收视又骗低了 那民主党早两天没人理的 除了民主党的人留言都在嘰嘰嘰嘰 你初监还骂人的 一般人原来是不想理民主党的东西 我不是很遗疑的 所以这些就是要做一下节目才行 我那些听众公道的不是盲粉来的 不是傻粉 但是都关心他们 坐牢之类的 坐牢是关心的 但是民主党本身那种不知做什么懶惰 加上刘慧卿 这么多人出来 那些人肯定是捧他们的 罗建熙那些媒体 还当他们是大东西 很多人留言在美国领事馆搞嘛 你看他敢不敢来掃墙 是吗 问美国领事馆 tenga medidas 在那儿展开那个级 放 In the middle 摆出花园道都不行 外面 Ugh 对吗 是吗 是吧 就是窜外人了嘛 我打电话cial 你加车 我希望在大会堂那里 前面有个酒家的大会堂二楼 总之我准备在那里放酒 你给我搞定他 安排好 有其他人放酒也放酒 我在那里放酒 你一定要给我债 不可以 不要什么行政会议 有人出手阻止 否则我们约了美国领事馆 他说欢迎 前面保安没问题 我们开了个闸闸 前面那个广场停车场 我清空的车你不在那里放酒 我去美国领事馆放 其他地方我都不安心 你看看他怎么样 你看看特区政府够不够再玩你 我没有阻止你 我没有叫你游回一幅场 我们看见很耐心的 普通的伯都懂 吊构他 然后你是指令 吊策麦娟 你指令不让我游场 你留意 我说了 你直接吊策他 然后在外面就可以做国际声势 这个人 这个官干扰我们思想自由 麦娟娟制裁他 你可以提出这个问题 这些是对着干 这些大条套理 吃饭而已 公民有交流的自由 画画而已 什么国安 搞骚扰人 恶一些可以吗 普通人很多很恶的 不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坐牢呢 街头监被伯伯照样去拉荣光 你看看那个妖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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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告回政府 但是你这帮 吊满腸肥的 你这帮退 当然不是这些乙甲了 人家撑你,我们撑你,你吵吞,怎么撑你,没人,我发觉原来没人 所以说了他们都没收拾,你们检讨一下,我不用检讨,我坐这些傻子 很多东西讲,这些又可以让我讲,以后我再讲 这个呢,中国会通过外国国家决免法,法院可以审理涉外民事案件 这个可以多看一些资料,中国法来我懂,而且这些涉及国际法的 涉及他的政治准备,这些就有意思了,迟些,草地 CIA有个特务拘捕了,租击币,奸夺法,还是总领事身份 这些就对了,副总领事身份在中国进行 就是用CIA的名义,CIA的人做,在西藏从时间到,租击币 香港,阿超你找我,美国领事馆的人走出来在外面 走去示威现场,拉拘捕他,告他,那你就聪明了 全部都在做一些,欺负一些小孩啊,学生啊,学生啊 学生被人煽动,好吗?那些是凶神恶神 这些是白老粗,不懂事而已,个个好像我那样有生过法学位 懂得说话就不会被你捉到说病了,不是,拉,告,煽动啊,什么啊 坐下几个月,要阻嚇啊,认真对那些官员陪伴他们瘫了,是不是? 专选拘捕那些粗老的伯伯,那你做不到实事嘛,你够胆你就做了,是不是? 查到谁才在特务香港,击断他,还在现场拍片给你看的嘛 美国人在香港做特务动啊,这些其实是正的,这些新闻 你比对邓炳强,搞人老母,搞人的叔伯兄弟啊,这样 哎呀,很危险啊,他们资助啊,资助了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下文了,你先看吧,是不是? 有很多东西讲啊,是不是? 阿比利,是不是?彩虹那些,同性婚姻,这些不是我惯用的 惯讲的话题,这些人权的东西我都讲到的,不过留一点给人讲啦,是不是? 啊,就此如此,啊,这样就较了六分钟了,那就当是了,我开了工了 不好意思啊,继续啊,现在继续啊,进入话题了 进入话题就是阿超呢,阿超呢,说有二千五人在看了 大家好啊,阿超呢,很老土的,就说呢,我不接信的啊,整件事呢,原来是我们不觉不觉的啊 哦,那信报问了,应该是,啊,这件事呢,什么时候恢复接信啊,这样 因为一直就说,限聚了,整半年没有,没有,正正的都没了就算了,是不是? 终于有人问了,有人记得了,那原来统计华开始呢,啊,已经在行会前接请了信 不再接信,不再接信,辞职了二十多年,下一个哪个做特首都好 什么时候选都好,可能很快的,我认为很快的 那么呢,传媒们一定代人问,询问,后任特首,你接不接信啊? 这样,你猜一下,习近平那本人不信啊,下来啊,叫李家超跪,接他都接啊 不接信,人民的信你这么傲慢,不能接?什么叫做有?可以email给我啊,很多途径啊 你讲什么?你不吃饭啊,很多东西可以吃的,吃饭干什么呢?是吧? 每天练习工就可以了,不用运动了,是吧?不用上班了,不用见人了 我传讯给你就可以了,我练习工,隔空,发声给你就可以了 不是这样的嘛,等于你可以不吃饭的,是很多东西可以吃的 鬼佬就不吃饭了,吃面包,吃薯仔,有淀粉质就可以了,小麦,是不是?可以的 但是为什么你吃饭呢?我们中国人是惯了吃饭的嘛,几千年的嘛 饮食就惯了嘛,无故不吃饭呢?除非你有病的而已 什么病呢?就快就没了,所以我很开心的,看到这样 一个人是开始没有了一个自信,没有了一个自信 而是对那份工,等于我做节目而已嘛,我因为要有心机做 你看到很多人是没有东西说的,我都会的,一定会的,疲劳啊 诸如此类,今天没有新闻啊,诸如此类,经常都说这句 但是总有东西说的,今天都没有新闻的,总有东西说的 你可以的,看你自己而已,是不是? 没有东西做的,做特首怎么会找东西做呢? 你做到领导人会不会没有东西做的,是不是? 尤其是这些,顺手而已嘛,笑啊,接讯啊,聊两句闲脚啊,说两句幽默的说话 是不是?诸如此类啊,你工作的一部分而已嘛 而且以前做的,被认为都不错的东西 媒体是喜欢的,为什么呢?拍照啊,是很简单的东西 取消了,不用了,你做过什么呀?一年下来了,年多了 尤其是段落后开始屌脱你之前,已经过几两个月了 走向低潮了,你已经头哒哒了 有人问这件事情,你就应该反省一下了 借头借路,屌不敢接信 现在已经复偿了,复偿你不要接信了 以前是因为calling19所以不接信而已,取消 我不紧张的,这些是没有必然的 他好像不去立法会了,答问大会了,交流大会 他改了了,现在限制了问题了 但是现在,可以不下街咨询的,林郑也走过去咨询 地区,你上次吵过她的 选过那些人限制了问题,这样才请咨询 你做什么东西呢?你不喜欢就不要做咯,对不对? 我出钱给你,我有纳税的,对不对?大家有纳税的 对不对?有要求的,所以这个人,你说他傲慢 我不觉得,他有什么条件傲慢呢?要拿一枪出身 警察还没脱落,被我骂了这么久都不醒,还没懂得脱落 做什么都要,讲个故事你听,大家有没有李铒飞回忆录 刚才他看了,应该没有李铒飞回忆录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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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 他就去接,和周梁淑录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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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 在这儿要求是什么还是怎样 行政会议这班香港精英行政两局立法会员 李鹏飞说的 为什么小市民那边冲了去握手啊 这一番妖让 市民当然高兴 哇 这个是新特首 彭定康啊 然后他看回头 李鹏飞这个是行政会议首席议员 周梁少元等 See you later 走进大会堂了 是不是 不知道我在英国那时候是看回回力才知道 大家有没有印象就看到这个 李鹏飞跟叶柳说 周梁说 哇 这个人厉害了 结果是很厉害的 两个人炒了他们 换过了帝国行政会议 不可以生到现在 不是生气 后来范徐李泰那些很生气的 这个看到 他啊 是不是 你都要选啊 是不是 做样子都要找个什么 彭定康是呀 马尘安是呀 没有时间了 你去吧 没有什么都给你位置了 因为人家有个自信和有个要做事的能力 你不算你委任还是什么 你是有能的人 是不是 你现在做什么 以前做的那些亲民那些全部不做 警察是什么亲民的 管人的嘛 所以我脱不了警察的味道 是不是 而很明显 他这个行为是代表了很多事情 是他的心态变了 为什么呢 真的没有信心 开始知道 是不是 也被我骂得多了 也有听我的视频 我相信 分析到他听 他练气功 讲感觉的 你知道气功 静的时候 其实他看一看他更加明 是不是 周围的人都不理他 开始不给面子 你是特首 权在你手 很多事情你还是要你做事 但是他知道 位置不好 不稳 感觉到的 我们都感觉到的 大家又说 我就说 你看海外的小港这些 敏感嘛 得罪 国安嘛 远程来动你嘛 所以说还稳妥过我呢 不说这些的 他们比较少说 只是骂政府 这又不好 这又不好 但是呢 你为什么他傲慢 傲慢什么呢 一个人为什么傲慢呢 你给我 是不是 那个腿的老伯是很牙策 很串 到我如果让我做特首 你不行啊 不准吵人啊 一句不说 你要笑面迎人 一定笑面迎人 是不是呢 化好妆会出来 笑口逝逝 温柔啊 阿伯 持场温柔的阿伯 接触市民啊要 你不叫 你不叫我都会这样做嘛 还用不用冷斗斗 冷串的 扯文言出来见人 不同了嘛 你自己会明白的啊 他不明白啊 他不是不明白啊 他不会不明白啊 你明白吗 他这一年来 年纪以来扮新闻 不算好失败怎么办啊 扮得到啊 又跑步啊 是不是 又落区啊 是不是 so far没有问题的啊 就是骗到的啊 不是他怎么会还有50分呢 但是我们这些挑通人一眼睛看出 他已经不妥了 他已经知道不妥了 他已经没有心机了 最少拿回我去 骂得我多 我不敢去啊 就是那些小地方 他就显示他的傲慢啊 什么傲慢啊 欠序啊 领导人本来是欠序 尤其是你有成就的时候 你肯定是欠序啊 很开心啊 是不是 特别要显示自己 宽宏大量 是不是 任人骂都不要紧 很开心 越骂我越穩最重要是韦魂啊 是不是 最重要是韦魂啊 他和这个小强 不是不明白的 小强就拼了 怕不找就拼了 乱说话了 他呢 就不知怎样的 我觉得他努力去找着的位都是未做得到的 咨询 施政报告就来了 原来以前都是 现在他在会议厅那里见记者 变成有示威的那些呢 在行政会议前 是看不到的 不会跟他同场 那些记者有两头跑的 如果有人示威 完全脱离群众 上次 上两个星期 你见过他什么都怪了 我都说他脱离群众 小组会议什么东西 一看没人的 去咨询 好像月尾又去咨询 去区区咨询 没人的 隔开了 原来那些问题还问过 那些人是隔过的 不要问政制问题 不要问政制问题 我回答不了 我知道他回答不了 但也是啊 阿超 不可以这样的啦 你危我才说你啦 提你很深的 我不想这么快又换特首 又骂过又组织过 特畜又有弱点 分析他的性格 不容易的 茶婆一个性格 你一个性格 六八九一个性格 导董一个性格 当我掌握的时候呢 掌握了之后 他们就有难了 我天天很自然可以发挥 所以我不会这样的 说句话 我不想这么快又换人了 大佬 哎 啊 啊 喃 啊 来 引得手板回复啊 啊 市民可多个多涂共 在网上表达意见 非常好 我就不会啦 讲真 我有少少医欲 我的意欲就是如果有什么重要的社会咨询、立法会那些 我可以去,我这么多年都没有的,我很厉害的 基本上,但是我可以去,因为那里可以讲到话 你知道分别是什么,我可以在官方的知识途径里讲话 可能有人剪了出来,我出去表演一下也好 我有想过,要扬名很容易,我不像德国人那样 靠吵架人,得罪人,乱污衊人,去惹人骂他 我正正经去立法会那里,你有什么政策咨询? 普通政策也好,蓝美柳,公众咨询,我来讲话 很多东西我可以讲的,很有心度 但是我也不喜欢,我可以告知一下,现在正经调查你 我为什么要来问你拿意见,你求我吧,你应该请我来对谈 我保证不讲粗口,是不是? 斯文啊,你找个人做摩托人 录啊,我包粗的,你剪出去吧 诸如此类,我就不管了 什么叫非常方便?你会听吗? 很简单的嘛,如果我打电邮给你,你保证听的 我一定会打的,有什么所谓的,即是我可以的 其他人都会,为什么呢? 其他人去现场,起码在现场看到新闻嘛 大声喊都好,看到样子嘛,issue是有作用的 现在不用了,我不陪你做这件事,废话事了 证明什么呢?没有信心了,是不是? 你和市民就disconnect了,是吗? 啊,我时时落区的 大家都知道落区是什么一回事 限制别人问问题,找一班公关,找一班CID 夹住了,都撞板了,是不是? 那些都算了,那些反正是做事,没有人理你 但是这些是official,你接受市民投诉的,是不是? 啊,现在煲底又装修了,又说不会了,2025才开始 算了,没所谓的,你问我,我真的没有所谓的 你要服尚而已 我反正也有事要骂,我确实有事要骂,今天也要骂 现在2700人在看,你是拆,我一定有办法 我不需要你的问题而已,你要拿高点分 那我骂你也要就着,我都很现实的,是不是? 那些人会骂我,听众会骂我,你挑剔人 等我骂人主党,他有粉丝 我从都没有人准备你,在我留言有没有 有那些水军就会,是不是? 就是公道的,就是没有人准备你,是不是? 只有加巴一口来骂得好,是不是? 我骂得不精彩都没有人听,骂得精彩都没有人听,是不是? 就是了,周二的接讯安排,特首版外示威区 在2011年开始,必经之路,出了一个天马蓝之前都十年了 曾蔭权、梁振英、林郑都在这儿接收 我希望啊,振英批评一下这个特首,可能就屌刺他的了 多危险呢,梁振英可以嘲笑你啊,接封信都不会这样 那么,你记得梁振英出去这个,黄之锋绝食 出去想和他握手黄之锋 虽然这样是,有人骂他,没礼貌啊,这样不要 但是你这些是风度,梁振英都做到这件事 你这个警察,你这个警察,警察不流行的 我知道,不就又看到你的警察又出来了,喵喵嘴,我不喜欢这些 啊,去示威啊,不是,冬疫示威啊,你们去冬疫示威啊 我去,你去长洲示威啊,反正有直播我看到了,是不是 不要来正总的示威啊,去长洲示威也可以啊,用什么来正总这么麻烦啊,是不是 这些戏,我呢,社民连好,什么人民力量好,什么民主党好,是不是 他们肯做,你应该高兴,大家各取所需嘛,是不是 他们又要筹款,又要为民请命,你又要买市民的支持政府 增加信心,增加自信,开放社会,没人来示威,是不是 没人来你门口示威,去中华一下就钉石,你还得人害怕啊 你没事,开枪吹他,你看他怎么样,是不是 你问问北京是不是喜欢你这样,是不是 必有史无重乎嘛,孔子都说嘛,没有争执是最好的社会嘛 不是有争执打人,拉啊,这样为之一个成功的社会嘛 哎,顺便,因为看开看到他,下个星期会落区 周末会落区,探访两类人,看到端艺 去元朗就看基层劏伙会见面 那就估计他那个烂鬼,选择公屋,乐建居啦,是不是 就说呢,会有两千个公屋单位提前六个半月上楼 哎,未来五年提高12.8万,很多了 一年前,我去跟文贴直播室,基哥聊天,他有研究 他又拍片,自己在Facebook,又写东西,他说的一定是搞不到 一定是没有法子,五年后一样是五年上楼,他计到数 他有心机,我不肯识啦,我没做这些东西,我相信他的 哈哈,那你现在看啊,其实是虚虚浮浮的,那这些就失败啦 你就走去见那些劏房伴就估计你那个,是不是 这个原来他将会有两个,新游,未来的时刻有两样东西做 第一,就去探访区,跟着呢,陈家彪,陪着陈家彪,去安老院 准备去荃湾探访不同年龄的长者,行动了解他们的安老需要 什么了解我的安老需要呢,陈家彪现在等五年了,我都不用翻查记录 大家都记得,等五年了,很多老人死了,安老的,你走去荃湾 原来是什么呢,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邓家彪表示 内地有邓家彪是工联会的嘛,吴秋伯那些工联会一羔羊的嘛 肯定有生意啦,里面肯定有联系啦 现在就是准备,把老人上去嘛,李家超准备去探一下 探汤火湖,就sell他那个烂构,简约工屋 探老人,就叫老人回去,是不是 写着七月抗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你死不死 原来已经在做了,本届政府力推垮警安老 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真是不知道,是我再吊多几次啊 严重警告,我作为老人权益,老人权益的,没有人委托我的 不过我反正老了,我明白的嘛,是不是 老毛所养的那些我当然是关心啦 原来正在安排着,社署现在,广东院社服务计划 便利长者大湾区养老 是吧,卫生服力说的,日前连同,好像我记得的 连同议员去广州邵兴等地,了解退休港人代带 要做特册,看看明天啦 参观护老中心了解养老,如何协助长者安享晚年 回大陆安享晚年,是吧,你不用预计 是吧,可能去美国,可能去英国,可能去英国 可能去澳洲,纽西兰,选一个好的气候,马来西亚也不错 买回个单位仔,卖了现在这个本一告一告一告 马来西亚得拉最少,是不是 升卖那些地方,我喜欢天你热一点的地方 这样呢,安劳,不用你,但是那些穷老人 拿着那些长生瓶,成本大,五、六千元 给你公屋,你住成皮屋,养你的老人在香港 扔了你回去,三千元搞定了,是不是 鄧家彪说,希望湾区安可以做出成绩 我们有说过这件事,讨论过 所以大家老人留意这件事,你先叫警察退休的先上去 那些是最实际的,那些在香港那些人不喜欢 看到警察已经不喜欢,退休了,又没有朋友 来来去都是对着那些警察,不如就 警察朋友,那就不如回上去住了,大家 整个警察村给他们,是不是 让他们更加安心在康圆做壞事 啊,现在十七十三万居民买了保险 医保在过来,我们真的不知道了 医疗卷就不关事了,怪不得都这么好死了 被人上去用医疗券,那些什么,那些医疗保险 你买了,AIA自己买了,很多人买了 可能就安排你转上去,在那里用到,诸如此类 政府还津贴多一些鼓励 总之把这些东西都推上大湾区 阿超现在做两样东西,临走,临走 要他早点走,第一就是欺骗那些东西去住 选了公屋,第二就是欺骗那些东西回大湾区 原来在做这件事,过两天专题讨论 是不是大问题呢? 唉 好了,还有一个话题 不管这些什么东西 就要来拿来拿来, 还有一个人 看他的故事 来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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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看他的手提摆 带来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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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